至於另外一起群聚 則是彰化這裡的五個確診個案 他們都是屬於葡萄商歌唱班的傳染鏈 當中一個七十八歲的阿嬤 她是歌唱班的成員 匡列隔離之後 驗出是陽性 她的先生也確診了 另外還有三個確診民眾 分別是歌唱班成員的家人 果員同事 還有在社區共產的時候 也被感染 所以衛生局就特別提醒 這先前確診 有一個女保險員 她接觸的一百多人當中 現在也是有五個人確診了 所以就說這個保險直銷的從業人員 現在開始最好都改成了電話 或是用視訊服務 避免直接接觸人群 今天新增是五例 彰化新增五名確診案例 都是來自葡萄商傳染鏈所衍生的 歌唱班群聚感染 他們分別是七十八歲的阿嬤 和她八十歲的先生 另外七十三歲男性 她的家人是歌唱班確診成員 還有五十三歲男性是歌唱班 確診成員的果園同事 以及七十九歲男性 她和歌唱班確診成員 在社區共餐時被感染 今天的這增加這五個案例 也是一樣 都是來自水果販賣商的 這個傳染鏈 現在來到了五十九例 所以是非常龐大的一個傳染鏈 那底下的這兩個小傳染 目前都沒有新的病例發生 衛生局也特別講到 先前公布的一名歌唱班確診案例 她是六十歲女保險員 接觸的一百零四人中 有五人確診 衛生局持續疫調也陸續公布最新確診足跡 就有名確診的國三學生 曾在五月十四號下午四點半到五點十 到圓林高中看會考考場 並參加會考 衛生局已經匡列四十名接觸過的師生 進行採檢 結果都是陰性 但也要提醒在同一時間 到過圓林高中的民眾 要留意身體狀況 另外高鐵田中站 也是確診者到過的地方 緊急消毒 還有圓林鬧區的運動用品店 以及百果山的四百坎步道 這些新增確診足跡都完成消毒 但還是要提醒 曾經在這段期間 到過這些地方的民眾 一旦出現症狀就要趕緊衰檢 華視新聞熟悶楊宗穎 謝忠義 彰化報導 輪到